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雨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张晓婷 我们说房价不断的高涨 但现在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居然是无无可迈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想买你还买不到吗 今天请到住商贩人徐佳馨 佳馨姐 佳馨姐好 佳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 就是十几年前 就是大家经常一直在盖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 比如说林口啦 三峡啦 淡水 这边有很多空污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些空污以后一定会 卖出去吗 卖出去吗 以后一定会市场崩盘吗 会有人来住吗 对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到 可能最近跟大家想的不大一样啦 对 所以如果各位从我们说的 网络的一个代收量来看的话 这个是同业的统计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同业的统计里面 它可能会实际的状况 可能会更少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有所谓的一般约跟专任约 那一般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房子 我可以给四五家房仲 都可以卖 都可以卖 那它可能它就会把这个 一般因为这个量 会把它扩大啦 那你如果说从这个 这个部分上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是2021年的第二季 跟第三季的这个量的部分 其实是算是比较高档的 那它大概就是来到 第二季的话是31万多 然后第三季的话呢 是29万多 那到了第四季的话 忽然之间变成25万多 对 好那会变成这个的原因 其实有几个啦 屋主吸售 屋主吸售是一个原因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买方 那它会觉得说 我这个现在价格越来越高了 我想追 所以它追了之后 成交了之下就下架了 那这个案子就会变得比较少 其实虽然民间的统计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还蛮 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统计 就是内政部的 有一个低度用电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啦 台电的这个低度的一个用电 它有每一个月的一个使用的量 低于多少以下 它就把它设为是 低度用电住宅 那低度用电住宅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那我可能不常用 或者说里面没人 那你当然电用的少 所以它就几乎就是我们 等于我们认知的 所谓空屋率 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看 全国的这个住宅的一个 如果你有缴电费的 这个税 有税级的这个宅数 大概是892万的 这个量啦 那但是你会发现 低度的使用住宅 大概81万多 是9点多趴 那9点多趴 其实在以前 大概都是10%以上 所以这次是来到了一个新低了 那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真的 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大家都真的人是住在里面的 所以你看 像台北市的这个 低度用电的一个比率 它只有6.82 然后新北市这边的话 只有7.76 那这个资料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在内政部的 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找到 它甚至于可以细到每一个里 所以你约莫就可以从 这个里的 这个空污的状况 那大概可以看出来 它是不是有一些空间 那当然你如果说 从我们就看双北市来说好了 双北市其实这几年 大家的一个居住的需求的提升 所以你会发现 交易的状况上面 虽然好像 好像像台北市来说 可能没有卖得这么好 可是好像房子都有人住 那所以显见它算是一个 正常健康的市场 那新北市这边来说的话 那它其实在这个 所谓的空 这个空污率上面来说 也算是偏低的 甚至于低于全国的一个平均值 那我们一般的话 会建议大家可能 可以用全国的平均值 来去做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说 它低于平均值以下 那就算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个区块 就真的有买 也真的有来住 是 那你如果说看到 我们就往下拉 你就会发现到 比如说像桃园 台中跟台南的这些区块 它大概都落在8%上下 也是低于全国的一个平均数 所以其实在这三个区域里面来说 虽然盖了很多的新房子 大家其实知道 最近如果你去桃园 台中台南 都是那个新屋林立的那个状态 一区一区这样子盖 然后不断的还在推案 对 那所以那这些房子有人住吗 有 所以这个政府的统计 其实告诉你这事实就是如此 那另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 那高雄它算是六都里面 唯一一个高于平均值 全国平均值的这个部分 但是它也算是相对是比较低 因为虽然低但是比较接近 那高雄在过去来说的话 其实它都是一个相对比较 公屋率相对比较高的区块 那实际说因为这几年 可能大家就是渐渐的 有一些我们说是话题 那大家有可能就会进来 那里面这边没有提到的 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是里岛 像金门的话 它就超过 金门我记得是16%还是17% 那另外来说台东 它也是超过15%以上 都算是比较偏高的区块 那我们其实会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用这个当作 买屋的参考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在资金布局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思维的 有一些想法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部分 把它当作是你资金配置的一块 其实这几年 我们的科税的标准 都有在去做调整 因为房屋税它的结构上面来说 调整的幅度有限 大概只能够是对路段率 来去做一些调控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每年年底 我们会有一个公告地价 跟公告限制的一个价格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些区域 它大概有一个涨幅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大家可以来看了 就是说 为什么每次都会讲帝王 因为帝王通常就是代表 这个地方最热闹的一个区块 然后最贵 对最贵的区块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几乎今年 所有的县市 它在公告的这个地价 跟这个公告限制 都去做调整 那公告地价的话 是两到三年调整一次 你看到今年都会有一些带动 那公告地价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地价税 最直接影响到地价税 那公告限制 会影响到你的土地增值税 那你会发现到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相较于市场上面 低价区价格涨得比较多 那这个高价区涨不起来 但是在公告限制的一个调整 跟公告低价的调整上面 双北市还比较猛一些 你会发现双北市都有 他们的帝王的调幅 都有3%以上 那其中新北市的话 它的这个调幅 还比台北市更加的一个明显 那另外来说 在公告地价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是新北市的朋友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们家的地价税 可能接下来会稍微高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能可以去做 当然因为地价 虽然公告地价有去做一些调整 但是你可能压力还不会这么的大 因为毕竟大家持有的房子 比如说你如果买的是大楼 那你买的是大楼 因为土地吃饭很少 所以你就会觉得压力还好 我以前之前有遇过一个伯伯啊 然后伯伯就跟我说 他就说政府税收真的很重 然后我说政府税收很重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因为他 他一年的地价税 要缴1000多万 像我一年只要缴1000多块地价税 但是那个要缴1000多万地价税的伯伯 他可能他就会感受到压力很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当然这个是如果说您是多户的持有人 或者是说你家里头可能有一些继承而来的土地 那你得要去缴地价税的时候的话 那你就会相对比较有感 在2022我要来问问嘉欣姐 这个房市还会继续整吗 我觉得还会耶 不好意思 我为什么会认为还会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整体大环境的因素 虽然我们说2022、2023 可能美国会有大概两次到六次左右的升息的机会 那所以在这种升息的压力之下 央行一定会去反应它 那反应它的话 它有可能它会逐个反应 就是我们过去房贷升息 整体利率升息一码或半码的时候 我们大概反应在房贷上是0.06、0.07 但是这次会不会直接就是反应的比较多 那这个就直接对于购物的客户来说 它会有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我们会认为在2022年的几个变数里面 你看到要注意资金 也要注意一下利率的一个部分 因为最近有最新的报道 就是说在未来十年 你的利率如果不断地调升 那蛮惊人的 对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利率调升一个程度上面 也表示说你这个经济状况有好转 然后在整体的一个利率的一个表现上面 它就要往上走 因为你利率往上走 你才能够抗通膨嘛 所以以这个状态上面来说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有些高资产的客户 还是会想要把钱放在不动产上面 因为他们认为 放在这个资产里面 它是有抗通膨的效果 所以我们会认为 就是说在接下来几个部分 央行看起来还是一样会紧缩资金 所以如果你是荒屋主的话 我们会觉得你接下来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你有贷款所以可能央行还要盯紧一点 那利率的部分就是刚刚跟雅婷提到的 我们可能在利率的部分到时候充分反应 那你每个月的最限时每个月仿贷会增加嘛 就是五大行户到1.35 但是我听到个人利率有人到1.31 甚至于稍微再低一些一些 那这样子的环境我们认为 以后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当然扣掉这个之外的话 就是通膨啦 因为其实通膨的话 事实上它就会失掉你这个现金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另外你会发现到 这只过得有一点辛苦 因为现在公料双涨 然后再加上各种民生的消费啊等等的 压力其实蛮大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 接下来可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政策 我想政策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大 但是不拖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一个增加你的负担 那另外来说就紧缩你的银根 来做一个调控 这个是大概你可以看到的政策主軸 那当然有些人说囤房税 囤房税可能因为要选举的关系 就但是不会上啦 那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上的影响应该也还好 那特别注意营件成本这件事 因为现在我朋友他们在做工地的时候 说找不到工人 缺工缺料 对因为大家都去盖厂房 所以就是 是因为这样 对那所以这些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工资可以提到一般住宅的一倍到1.5倍 所以大家就先去那边赚 对先去那边上班 那你要注意的事情是说我今天价格往上走了 好有一些建商 他可能他会选择跟你解约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现在盖不出来了 我跟你解约我赔比较少 好那当然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建商 他就会就是延后他的交五时间 所以如果你是买了预售你要换屋 那可能就你可能就会有你预期之外的一个支出 因为比如说你租房子还要再租久一些些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遇到 最恐怖的事情是有可能建商会倒掉 可是房市这么好建商会倒掉 因为他周转不灵 就是说因为你今天建商他的一个资本上面的一个资金上面的空缸 就说我今天卖前端是卖房子吗 那我就会有现金进来 然后我后端土地取得 我会有土地融资跟建筑融资 然后中间我就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交易 但是因为现在央行说我的这个建筑融资 然后呢这个民众虽然有进来 可是这个营件成本的增加 他吃掉我的获利 所以就会变成我利润非常薄 那如果说他是这几年才要加入建商 他口袋其实没那么深 他就有可能会倒闭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头买一个收入 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首购 其实影响应该没那么大 特别是如果你还可以使用 就是青年购物贷款的 那你就好好把握这个优惠 那所谓的首购就是你名价没有房屋贷款 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把握一下 那影响上面相对比较小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换屋的人 那因为换屋的人的话 很直接的影响是说 第一个 因为你本身很多人 现在都是先买后卖嘛 那你先买后卖的 结果就是你还会有一个贷款 我手上有两个物件 那你有两个物件就会变成 第一个你最现实的是 你每个月要缴两头的房贷 如果这间房子还没卖 然后缴完两头的房贷之后 还有一个更 更让你觉得崩溃的事情是说 你第二间有可能贷款 会比较麻烦 因为有些银行他就不会给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如果说你是 换屋型的自用客户 那我们的建议是说 你最好还是多准备一些现金 然后在万一可能贷款上面 银行故意见价比较低 或者是条件比较差的时候 你可以去补上 然后我们也会提醒 就是在这一波的市场里面 因为银行它会跟着央行政策走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标的 就是你今天买的这个房子 它在之前很短的时间就有交易了 比如说可能半年就卖掉了 或者是不到一年就卖掉 那你就要问一下银行建价要建多少钱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朋友 他其实遇到这状况 我们也是很少听过 他就跟我说 他本来买的这间房子 他买的这间房子是900万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在年初的时候 才以700万 就是前手的屋主 因为他买的跟投资客买 前手屋主700万取得 结果银行不是认那个900万 银行认700万 因为时间太短 时间太短 所以这个是因为房价涨得太快 有时候银行它在建价的部分上面跟不上 那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接下来2022年 有购物的规划的时候 无论你是首购 无论你是自用 其实首购或换物 贷款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要紧 因为有可能他就会打乱你整个 所有的规划 那接下来新的一年 佳音姐刚刚提到了 应该一边打仗 但是一边还是涨 但是略微的速度会慢一点 对 因为这一波涨 机器已经高起来了 所以你说要再涨到太高 我们也不那么容易 OK 可能就是缓步的涨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购物的需求的话 特别留意就是贷款得要看仔细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佳音姐来上我们节目 也谢谢大家收看以前东西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要安全 看这里加强 防疫要用旺旺水神 个人防疫 环境防疫 空气防疫 让你一次搞定 如果你有做生意 有营业场所 会有客人进进出出 或是营业模式必须要群聚 像是幼儿园 安心班 院子中心 餐饮店 医疗院所 美容 美发 美妆 美甲 卖场 工厂 学校 邮局银行 公司行号甚至是教会公庙等等的场所 都需要长时间保持清销的安全环境 那么防疫用量的自然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非常方便的即时补充抗菌疫 今天要向您推荐这一台旺旺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买这一台旺旺水神生成机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这一台水神生成机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小 不管是你要放店里 放公司 放家里 不占地方 方便 而且三分钟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一瓶电解液可以生成200公升水神 完全应援客人 员工环境跟空气防疫的需求 比买单品更便宜 更方便 家庭也非常适合 就有日本教授直接在家里 安装了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生成设备 成为了日常的清洁液 与病毒细菌作用还原后沉水 不伤害环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没有问题 比酒精还要安全 比漂白水更环保 当病毒风险成为了日常生活 染疫还会有后遗症 水神可以保护您 保护您的家人 保护您的客人 保护您的商机 重点来了 讲了这么多 您一定很想问 旺旺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在新春期间下单购买水神生成机 那么我们就会加送 价值5960元的 水神物化器台跟电解液4瓶 塑料有限 你要买到快 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 快上网搜寻快点购 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 或拨打客服电话 0800-660-608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 输入简志豪推荐代码 CTI388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 中天财经频道上线楼 房价会涨还是跌 该不该出手 台股该进场还是卖出呢 基金外币 黄金 比特币 如何买卖赚钱 怎么玩车最酷炫 购车保养要注意什么 最厉害的专家群上阵 还有防弹少年团 飙峰直率车手 2021全新登场 记得订阅YouTube中间 财经频道 有CTI小经地图样的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이양 请不吝点赞